这个韩国丑女人整整55年没出过门,就连儿子结婚她都死活不去,甚至还说一辈子都不会见自己的外孙。 几十年前的一场意外烧伤让她的下巴连到了胸口上,嘴巴里只剩几颗牙,整张脸也全部被烧掉,就连两只手也被烧成了这副模样。 极度的敏感和自卑让她无法抬起头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女人叫万蒙熙,如今62岁的她在七岁时一场意外烧伤让自己彻底失去了整张脸。 从此以后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本该长成什么样,整整55年都不敢迈出家门半步,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自己的儿子小钟。 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也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而在全家福相册里却没有一张她跟儿子的合影。 去年儿子新婚全家照上依旧看不到她的身影,甚至就连儿子的婚礼都没有参加,因为担心自己的相貌会给儿子儿媳带来影响。 所以无论怎么劝说她都死活不去,未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也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也总是会陷入无比难受自责之中,如今每天就靠着替别人做手工来赚点微薄的生活费。 自从结婚小钟也会经常回家看望妈妈,因为妈妈总是一个人独处,所以她也总是会讲一些笑话来逗妈妈开心。 妈妈总是觉得自己的相貌让儿子从小受了不小委屈,每当说到这里小钟也会反驳无论相貌如何,妈妈永远是自己最爱的妈妈。 对小钟来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同样也是母亲没有参加自己的婚礼,也同样会自责自己是个不够格的儿子。 幸运的是这次在爱心节目组的帮助下,她终于可以带着妈妈去医院来解决困扰一家人几十年的大问题。 从没出过门的万阿姨看着窗外一撞撞摩天大楼目不转睛,感叹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到了医院门口,尽管儿子在一旁紧紧地抱着,万阿姨依旧不敢抬头,她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样貌,也更怕别人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在医院里,小钟不断安慰开导着妈妈让她放松不要紧张,当医生见到万阿姨的一瞬间也被吓了一跳。 职业生涯以来这也是她遇到过的烧伤最严重的一位患者,整个下巴已经完全跟胸口连在了一起,口腔功能也严重损坏,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 虽然棘手但医生还是自信地表示可以通过手术来重建面部,最关键的是可以让下巴与胸口分离。 听到这里万阿姨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这么多年她终于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一个普通人,很快小钟就为妈妈顺利办理了入院手续,只需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进行面部重建手术。 回到家里阿姨也慢慢敞开了心扉,她也终于敢跟几十年素未谋面的老邻居坐在一起畅谈,赶往医院前,万阿姨照了照镜子,特意擦了一些护肤品。 她早已是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自己重建后的面庞,麻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状况,万阿姨严重受损的口腔也让手术面临开局不利的问题,另一边主治医师跟小钟又签订了一份意外协议,手术的难度让所有经验丰富的医生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一个小小的意外后果都是不堪设想。 所以这一切小钟都要做好心理准备,签完协议小钟马不停蹄地回到病房,不断地安慰鼓励着妈妈,并让她一定要坚强振作起来,因为这次手术过后她就一定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手术很快就开始了,此时小钟的心里已经非常紧张,她只能在手术室外为母亲默默地祈祷着,再经历了12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手术终于顺利完成了。 主治医师告诉小钟这次的难度比预想中还要大,所以才用了这么久,不过好在一切顺利,小钟来到重症监护士,看着妈妈的脸上一道一道刀割的痕迹,她心如刀脚,紧紧地握着妈妈的手,期待着妈妈恢复后的样子。 几天后,妈妈已经慢慢恢复了过她,仔细看她的面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还在用绷带紧紧地绷着,但现在已经有了面部该有的样子,小钟无比地激动。 她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妈妈的样貌,这一刻也终于能够不愿了,检查没问题后小钟带着妈妈来到了主治医师办公室,医生小心翼翼地为她拆掉绷带,令人惊叹的一幕就出现了,经过手术办阿姨成功恢复了下巴,虽然没有那么好看但相比之前可以说已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 现在她的头部不仅可以自由地活动,以后吃饭喝水的时候再也不会担心会露出来。 当然主治医师还表示这只是开始,后续还要继续通过手术继续修整她的鼻子和嘴巴,才能让她的面部更加好看。 汪阿姨已经是迫不及待就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分享这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就在这段期间儿子也早已把家里又重新修整了一番,这样也能让她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又过了几个月后,汪阿姨和儿子怀着期待的心再次来到医院准备第二次手术,她的状态也好了许多,再也没有第一次那样的紧张害怕。 这次手术对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皮肤进行了休整,同时也把两只手进行了重建恢复,这样她以后行动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相比第一次这一次的改变同样是巨大的。 汪阿姨也慢慢找回了自信,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去见见自己刚出生的外孙女,参加儿子的婚礼是一生的遗憾,现在她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去弥补一些遗憾。 在见到外孙女之前,她特意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把外孙女抱在怀里,也含着热泪,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悲伤在此时烟消云散。 对她来说人生也算圆满了,再也不会有遗憾,从此以后她也能够经常前来看望,时光匆匆,三年过后再次见到汪阿姨,所有人都会忍不住惊讶。 中间又经历了几次手术后,她的面容就仿佛完全恢复了正常一样,整个人也完全大变呀。 汪阿姨说现在的自己非常的自信太郎,每天都很快乐,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自卑敏感。 当然最重要是感谢好心的节目组还有给了她第二次人生的主治医师。 如今她依旧在做手工来补提家用,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不少,每个月挣的钱也足够生活。 重要的是她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期间她感儿子的帮助下去了很多地方旅游,拍了许多美美的照片,闲时会跟邻居们一起唠嗑打打指牌,还会跟儿子一起去学游泳。 她也最喜欢乘坐公交车出行,这在原来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充实又快乐的生活让她感觉无比幸福,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便利。 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手段让看不到希望的人生重新恢复新生,这才是科技发展带给人们的美好意义。